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哪四地呢 苦 极 灭 道四地 小城法门讲四地叫三转四地法论 然后说到十二因缘 这是给你们上佛学的课了 你们出去做事业 做生意 做官都有用 只要你充分明了四地十二因缘的法门 综合起来讲有三十七菩提道品 大小城佛学的基础都在这里 是大彻大悟 自己了生死而成佛之路 一切大小城的经典 禅宗 密宗 不管你什么宗 什么派 包括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都逃不开这个法则 如果你们想修行的话 这个学理搞不清楚是不行的 我先把理论讲了 再讲修持的实际方法 这不要靠本子记哦 停一分钟大家想一想 刚才讲的四地法门 苦 吉 灭 道 佛三转四地法轮 我常问这些佛学大家大师们 三转怎么转法 是像轮子一样旋转吗 这都是最基本的 不要认为这只是讲学问 打坐用功 是要你马上体会的 譬如第一转 佛普通的讲法 教育法 就是告诉你 人世间都是苦 非常痛苦 只有苦而没有乐 这个世界上的人认为的快乐 是把轻度的痛苦颠倒当成快乐 比如我们花了很多的钱去按摩一个钟头 或者说洗三温暖 洗了又按摩 实际上就是找个人来虐待你 冷水 热水给你出汗 然后按摩 轻微的打你就叫做舒服 世界上纯苦无乐 因此分成八苦 十苦 看起来很消极 都是很实在 八苦之中的生老病死苦 这四个大家都知道 讲起来生老病死苦 现在我看看有些科学家都老了 同我一样老了 但是忘记了自己老的痛苦 我是深深感觉到老苦的 以前我跟朋友讲到这里的建筑 他当时问我 这个浴缸太高吧 矮一点不好吗 问过我三次 我今天才悟到 当时我错了 今天洗澡出来的时候 我才晓得浴缸太高了 我想到五六十岁的人两个腿都动不了 爬得出来吗 这就是老苦 眼睛看不见了 腰酸背痛了 各种病痛都来了 生老病死 大家在苦中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没有智慧 知道了 有智慧 就要想办法跳出来 第五是爱别离苦 喜欢的人喜欢的事 别离了分开了 自己所希望的做不到 随时随地都在爱别离苦 六是愿赠会苦 不喜欢的偏碰上 普通讲的起码碰不到亲家 骑牛就碰上了 七是求不得苦 要发财偏偏倒霉 要升官偏偏没有官做 所求不如意 第八个苦 想必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什么叫五音至圣苦 色 受 想 行 识 叫五音 这五个包括心理跟生理 色就是生理的地 水 火 风 空 受是感觉 我们每天气候冷热 舒服不舒服 思想 感情等都是 想就是思想 知觉 行呢 行不是行为 是宇宙间有个动力 生命的背后有一个动力 电能一样永远在发动 这个生命 这个发动的动力 在哪里你找不到 找到了才叫做修行 我们的身体 为什么会衰老生病 为什么会痛苦 为什么有情感 这个行 它的动力 动能是什么 是唯物还是唯心 时呢 勉强的解释是精神方面 佛学把生理 心理 整个人的身心两方面合起来 叫五音 也叫五韵 韵就是包含在内的 像那个电能的电厂一样 那个能源你看不见 电能这个能是什么 你不知道 嘴里都会讲能量 能量是什么东西 你看见了吗 现在科学发达 谁能够找出来 宇宙最初的能源是什么 找得到吗 所以这个第八的五音至圣苦 很不容易懂 佛说我们每天受生理 心理的煎熬 自己在受罪 所以叫八苦 这个八苦 大家讲佛学就讲过去了 如果现在聪明的年轻人 拿八苦的概念 换一个文字语言 写文章 写小说 写散文 写理论 可以写出来很多好东西 佛把这个叫苦地 这个世界的生命 以消息的角度来看 整个是苦的 所以生命是很痛苦地活着 因此我经常给你们说 人生三句话 莫名其妙地生来 无可奈何地活着 不知所以然地死掉 这个生命是五音至圣苦 佛说得这样彻底 说这三句话的时候 当时大家只觉得听了好笑 觉得我在说笑话 我看到他们觉得笑更好笑 意思是说 你笑 你懂了吗 笑个什么东西 当时大家闲谈 不好骂人 换句话说 这三句话是在骂人 你生不知所从来 死不知所从去 白活了一辈子 我们接着继续说四地 佛说了四地因缘 第一步是消极地看人生 其实每个宗教 都是这样的看法 佛讲得最彻底 但是这个苦 普通讲佛学只讲到八个苦 他在别的经典上说到过十个苦 总而言之 活在这个世界太痛苦 太吃力 太难受 不过苦不是灰心 不是消极 而是告诉人们 我们人有本事 有智慧 有能力 跳出这个苦海 这就要学佛了 你不要被苦打下去 被打下去 就不是大丈夫 不是英雄 所以佛又称为大雄 大英雄打破这个苦的牢笼 跳出来 这叫做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所以妙子的大殿 叫大雄宝殿 能征服天下 做皇帝 统治全世界的人 不算英雄 你能够跳出生死吗 你能够跳出物理世界 痛苦的居住吗 不能 唯有佛才是大雄 大利 大慈悲啊 因为他跳出来了 刚才我讲四第三转 这就是第一转了 大家都晓得讲小成 如果要拷问你们苦极灭道 十二姻缘 一定考不及格的 尤其这些居士们 嘴上讲佛学 其实是凑热闹好玩 这些在家的学佛打坐 想玩神通 玩健康 玩弄自己 玩弄佛法 像做生意一样 想求一点利益而已 没有真的学佛 佛出自讲法 就讲苦极灭道四地 所谓小成 像是小学开始 大成是讲到大学了 小成是基本教育 有些人基本教育都没有学好 就讲大成 讲什么禅宗 密宗 为食 都是在刺七七人 苦极灭道 叫四地法 我也经常问这些出家的同学 佛经上说佛三转四地法轮 怎么三转呢 就是讲无明原形 行原实 启示大家 这个世界的生命和物理世界 一切皆苦 没有真正的快乐 所以才有了八苦十二苦 如果拷问这些居士们 八苦背得出来吗 八苦是生老病死 求不得 爱别离 愿赠慧 五因至圣 很多佛经你看了半天 往往一部经只讲一个苦 发挥起来已经很多很多了 八个苦是大原则 归纳了人生最痛苦的事 你们背了也不体会 实际上与这些社会学 经济学 政治学 教育学 都是连带的 普通讲八苦 讲深刻的有十二苦 八苦再加上 愁悲 忧 恼 四苦 十二个大原则 换一句话说 人生是痛苦的活着 你们问我人生问题 我平常告诉你们 人活了一辈子 就是三句话 莫名其妙的生来 无可奈何的活着 不知所以然的死掉 每个人都是这样 自己莫名其妙生来 不知道怎么生来的 为什么生来的 活着呢 无可奈何的活着 你们追求这个 追求那个 你们常说的都为了追求快乐 幸福 可是你们都活得不快乐 不幸福 死了又不甘愿 活着很痛苦 就这么活着 最后死的时候 不知所以然的走掉了 如此而已 所以佛说一切皆苦 那么佛讲的苦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般学者说 佛对社会人生世界的看法 是悲观的 这是讲哲学的人的讲法 佛只告诉你 大家都这样活着苦 他并不是说 人生一直都是苦的 他有方法脱离苦海 并可以教我们修持 跳出这个苦 从而得到极乐 这才是佛的真正目的 他之所以在这里探苦 告诉你世界上皆苦 只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 认识整个的人类社会 人生到处都是苦 可是有一个不苦的东西 你若是能够发现 并且找到它 那么佛真正的目的 就算是达成了 从苦中跳出来 找到那个没有痛苦的极乐 所以才叫极乐世界 不是只有阿弥陀佛的世界 才是极乐世界 凡是彻底离苦得乐的境界 都是极乐世界 就看你能不能真正的找到它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了 夜不重来 不缩婆 人生正因为苦 才会去学佛修行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 那个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 断除六道轮回的音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自己对今天内容的理解与感悟 如果您也有愿意分享的故事或内容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或发送至小编邮箱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